此次冬奥会 菜品共有678种 菜单中兼顾世界各地美食 今天我来分享一道美食制作 给您来一道甜品 麻仁芋头 咱们大个的香芋啊 去皮切菱形切好备用 锅里烧开水水烧开下芋头 煮至芋头半透明 捞出来过凉 拍淀粉 五层油温下锅 炸芋头 芋头完全飘起来之后呢 这个芋头就熟透了 咱们熬糖 今天熬糖的方法呢 是水和油的混合体 好 多半勺的水 多半勺的糖 糖水的比例一比一 也希望这道美食 可以为冬奥会的选手 提供能量保障 给它顺身方向搅 一看这个泡啊 已经泛白了 大泡 慢慢变成小泡 这时候啊就拔丝了 这头一边丝还不行 再熬稍微狠一点 黄边 好 这个汁呢已经黄了 下入芋头 芋头啊翻滚 我们果均的糖 少来一丁点的 凉白开 一点 糖啊包裹得更加均匀 咱呀放在这个熟的 这个芝麻里边 给它拌匀 这道麻热芋头 就做好了 冬奥会已经拉开尾幕 作为普通民众 我希望大家能够吃饱 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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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